三轮车是从波底发光车 坐三轮车上来的 它的日期是1965年7月21号 差不多要靠近55年了 它对我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疫情的时候就更加重要 因为能够帮忙到车到这些防务医 能够为社会这样子有一点点小贡献 所以我就很感恩我的家婆 留一架这样好的真车给我 所以我会好好保护它来用 早晨的阳光普照大地 经过一番仔细消毒的老式缝纫机 随着展开新的一天运作 谭雪芬是缝纫机的第二代主人 她曾是瓷剂社会教育拼布班的学生 在得知瓷剂启动隔离衣制作的举动后 便把握因缘投入付出 其实车这个防副衣 跟我们之前车的东西都不一样 之前的东西要 执口要小然后要美观 然后这个要安全 这个真的是一个小洞我们都要很注意的 所以车这个比较要小心翼翼 我粘这个粘子是有用意的 我要这一次的缝纫要多大 我就跟它争距离我就粘在这边 所以我粘下去了 然后我们的布就是靠到这一边 靠到哪里我们就车到哪里 所以就会车到很平均 疫情当前 平凡的缝纫机变成了救人的机器 擅长缝纫 圆满了弹雪纷守护前线的发行 我在用这架真车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作我玩完罢了 过时间罢了车一些想要的东西 然后真的没有想到可以做一些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能车这个仿佛也是一种荣幸 有一句话就是说 能做是福嘛 我觉得在我能够有时间 有能力做的时候 为社会尽一点勉励 给这个疫情快点转好 简单纯朴的善念 将痰雪纷的一阵一线 化作爱的温度 期待人人在下口罩 清风拂面的那一天 大爱新闻 彭敬贤 刘志约 马来西亚报道